我今天看到的新聞 真的非常訝異 有陳其邁他的這個 應該是說他當 在去年8月補選市長的前一個禮拜 但當時也是民進黨的市府團隊 他們的副秘書長就酒駕 在8月8號夫親節的前一天晚上 跟家人聚餐之後 騎著摩托車酒駕 但是他拒絕酒測 這個事情在當時都沒有報導 乃至於到今天 電視台還是沒有報導 大家想說為什麼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只有地方的媒體有報導 而且是平面的 但電視台為什麼都不報導 是沒有人關心嗎 覺得他太小咖嗎 不重要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位副秘書長叫王啟川 這個去年8月7號 父親節前一天 跟家人吃完飯之後 因為他喝了一點紅酒 所以他身上有酒味 被警察聞出來 警察說那我要把你對酒測 他沒有秀他的身分 但是要問警察說 我可以不要酒測嗎 那警察就跟他說 你不酒測的行責是多少 酒測之後 如果你過量行責是什麼 他衡量一下 他說那我拒絕酒測 這件事情他說酒精濃度 一旦達到法定標準 後續就會移送法院來裁決 事情就會曝光 他用了一個非常大的理由 他說會傷害市府的形象 會傷害那你就不要喝就好了 那8月15號的時候 是高雄市長補選 高雄市政府說他們已經 就是給他兩小過 以及當年的烤雞是平等 他說這個是非常非常嚴厲 而且適當的處分 一切都合法 陳其邁在去年10月的時候 因為當時有員警 在休假的時候 酒駕 當時是兩大過 免職所長拔官 分局長連坐寄過 當時他說酒駕零龍人 那為什麼他自己團隊的人 副秘書長 這個人就沒事了 後來這個副秘書長 更離譜的是 當時他當上 陳其邁選上了高雄市長 這一些舊的三位 副秘書長裡面 照理說你要應該是把他換掉 他換了其他兩位 把這一位有酒駕的人 把他留下來 這很奇怪的標準雙標 張伯鈞他是現在 警政署長的愛將 他當時也是因為酒駕 連續兩年都要調升他 一次要把他升官 一次要把他調回高雄當主管 都是引發正義 陳其邁當時還說 這樣不行 非常不妥 但你為什麼可以容忍 副秘書長這樣子呢 那為什麼新聞都沒有報 真的是很奇怪 鄭光峰民進黨的議員 他說現在議員在質詢陳其邁 這樣子問他 因為昨天我們有看到新聞 陳美雅問陳其邁有關高雄治安 那市長問東答西 其實陳美雅也沒有很兇 可是這個鄭光峰就告訴大家說 現在好心疼陳其邁 感覺好像是被霸凌被圍 可是有一段更質詢更妙 是民進黨的議員 叫黃明太的 之前很有名 因為他說萊豬可以給窮人吃 引發很大的爭議 他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他說他給陳其邁打90分 但是給陳其邁的團隊打40分 為什麼呢 來聽一下這段質詢 你怎麼樣 來你自己平分一下 這打分數 要是市民來打分數 做市長來說是 老闆會做事情最重要 你不要打我給你打90分 但是你的團隊我給你打40分 為什麼40分 我們第二選區這五區 有得做到什麼 我不知道 最基本的 路平 燈亮 水溝通 這是基本功 不要拿出來做政績 和這個如果做不好 不夠計 向接政 我如果用聽的不要看畫面 我真的以為是國民黨的議員在罵 沒有想到是民進黨議員 在諷刺陳其邁說你們之前說韓國瑜 路平 燈亮 水溝通 是基本功不用掛在嘴巴 結果現在你自己民進黨的議員說 你連這種最基本 你當年說基本功的東西 你都做不好 還有雙標的問題 陳其邁現在被發現質詢的時候 一直往下看紙條 一直看紙條 他的團隊也一直遞紙條 他好像對市政很不熟悉 當年韓國瑜也是被罵看紙條 所以他當時買了一個20寸的大平板 康育成當時還酸他說 你就是看小差 小差來了 趕快看趕快看 還有另外一個雙標 前天的時候高雄不是大火嗎 你還記不記得當時趙天林 高雄發生大火的時候 他跑得很快 他說這個韓國瑜 你還在睡覺 還沒醒過來 連續發了好幾篇文 但是現在選民也發現 高雄前天發大火的時候 趙天林人在哪 怎麼都沒有吭聲呢 賴教授你怎麼看 你把這麼多的事情都歸納起來 要很短的時間來做回答 解析 這個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都在表演 也就是說反對黨 就是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就是為了把執政的 國民黨的市長逗下來 所以你會看到他什麼手段都做 因為本來一個市長 接受質詢 看一些資料 這個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全世界都一樣 這個沒有什麼好說 這個市長 一定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背下來 總統也是 院長也是 旁邊的各個機要 都可以過來給市長打趴死 給院長打趴死 這個本來就是這樣子處理 但是問題就在於 當你要逗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把一個事情辦來 都是沒有問題的 把它凸顯了 凸顯了以後 就形成了一個標準 等到你自己的人 當執政黨的時候 大家就在看你了 看你會不會做同樣的事 而當你沒有做同樣的事的時候 你就把你自己的人格 你把你自己的這種問政品質 或是把你自己的雙標 就擺出來了 你一旦擺出來 老百姓就瞧不起你了 所以我覺得趙提年這樣做 對他自己確實是傷了 因為當他是在野的時候 他對於高雄大夥那麼拚了命 現在對高雄的污染 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不聞不問 這個時候高雄人或是台灣人 很多人就覺得說 那你這個人 沒有同一個標準 好 議員也一樣 高雄市議員 例如說當初康育成等等的 對於這個韓國瑜看這個平板 或是什麼的資料的時候 那種羞辱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可是當陳其邁同樣 在看資料的時候 就不再羞辱 不再做任何事的時候 你很明顯的就看到了 還幫他說話說 你好像被霸凌 我覺得你好可憐 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些人都是兩個標準 兩個標準的人就是沒有標準 也就是沒有原則的意思 因為你有兩個標準 就是你沒有原則了 你如果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有理念的人 你就不會兩個標準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會有兩個標準的人 就是一個沒有原則 沒有理念 沒有原則 沒有理念 這個人就 那個說人也可以人 說鬼也是可以可以鬼 所以這個人就不是 講白了就不是人 就不是人 因為他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鬼 你也不知道他是人還是鬼 你就可以從這個角度 就可以知道說 這些政治人物坦白說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 那麼討厭 那麼瞧不起政治人物 因為他都是沒有原則的人 都是沒有原則 沒有是非 然後都是兩個標準 這也就是為什麼 台灣人會瞧不起 你看政治人物在台灣人 在台灣人眼中 是最低賤的 最被瞧不起的人 好 我再講一個 例如說你剛剛談到這個 陳其邁他是很想當市長 他拚了命努力的想當市長 想當跟做得好 沒有 對 所以他很想當 然後選敗了 選敗了以後好不容易 他們又想盡辦法把韓國瑜罷免 罷免完後他又出來選 然後又選上了 就再 這個時候才選上 選上了以後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你選上你就好好幹 你選上你就把團隊帶好 好 他自己的同黨的人都說 我給你90分 到底為什麼魔劍20年 會成績是這樣 對 這個就是表示什麼 第一 我覺得到底有沒有用心 在市政還是有沒有能力是兩件事 重點還有一個就是 是不是同一個標準 這三個東西沒做好就做不好了 為什麼 我們先講第一個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說 他民進黨的議員說 我給你90分 我給你的團隊40分 這個議員本身就是不及格了 為什麼 因為市長他不可能所有事都做 因為他是要團隊來做 所以他是領導人 這個領導人本身 沒有辦法把他的團隊領導好 那就代表這個領導人領導力有問題 市長的領導力有問題 他就絕對不是90分 團隊輪是40分的話 市長絕對是低於40分 而不應該是90分 所以這個民進黨的這個議員 本身也是不及格 因為他本身連這個 基本的評分的標準的能力都沒有 因為他連那個是非的觀點 但我覺得他聽起來 有可能是在酸他 你不錯啦 你九十 但你的人40 怎麼可能團隊跟市長是分開的 當然一起罵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看出來 還有最後一點點時間 例如說酒駕的問題 酒駕的問題 例如說剛剛這個副主秘套 說他怕影響市政府的形象 市政府的形象不會被影響 市政府的形象是被市府的高官 踐踏了才會影響 也就是說我今天 我如果是市政府的高官 我是市長 我是副市長 我是秘書長 我自己的行為不好了 然後我造成的市府的形象遭 不是市府的形象被影響 是我踐踏了市府的形象 我就應該要辭職 所以我覺得他的邏輯 不知道在哪裡 講到這裡我就覺得 拜託 這些官 要懂一點道理 懂一點是非 不要沒有道理 好 老師講非常生氣 一般我們都講說 現在高雄應該是 陳其邁的天下 但不是 現在是海天下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在高雄非常路區的 五福路跟中華路口 高雄應該都知道 非常的一個大的路口 那這個路口裡面的看板 就是非常黃金地段 那高雄市黨部主委是趙天麟 他放了一個 他跟黨主席的照片 旁邊有四位居然是海派 也就是勇言會 他們非常基層 第一次新秀 不是資深的 是新秀 第一次曝光的 很多人就說 你怎麼可以用黨部的資源 去幫你的新秀 海派的這個單一派系的人 來推廣他們呢 你浪費了錢 所以包括他們開會的時候 高雄四位黨部的職位 他們都是局系的人 他炮轟 民眾大家以為說民進黨 就已經為了2022選舉超前部署 趙天麟意圖把黨部私有化 轉型為海天下 趙天麟就罵說 你開會的時候都不講 開完會一小時之後 你對外炮轟 你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這邊 昨天有特別講到 資深媒體人李光宜 在臉書講到說 因為在52台華視以後 找的台長 就是海派的媒體人 所以從49台到54台 海派相關的就有4台 不過包括民視 民視更不用講 東森新聞台董事長是林文淵 所以他下一個註解 日月神教一統江湖 局系人馬要提議員 也提這些人 但是聽說趙天麟提好提滿 所以這個事情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友志哥 你怎麼看這些問題 你看吃相難看就是這樣子 外面鬥完之後 沒有人可以鬥了 只好鬥自己人 他還把所有每一寸土地 吃乾抹進到自己的囊中物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高雄現在的狀況 難怪會被人家叫做高潭市 高潭市不就是一堆 狗壁刀刀的什麼小丑 我真的覺得高潭市 已經也沒有這麼誇張了 我比高潭市更慘 如果你是高雄人 你聽到被人家形容高潭市 你一定不開心 可是事實上 現在所有的政治利益 黑白兩道 地上地下的利益 都被吃乾抹進 因為他把所有的議題排除掉之後 全部都是自己的 只要韓國瑜系統 只要所有在議會敢監督的系統 我全部給你排除掉 剩下的我們自己來 自己來怎麼辦 無人可敵 敵自己人 好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 你怎麼看高雄變成這樣子 這個我就不太生氣了 我就覺得蠻高興 為什麼 為什麼 老師 講狗咬狗 一嘴毛 對不起 這個叫做綠咬綠 都是屁 真是臭 臭的臭不可聞 剛剛有一次講得好 你看看他們這個內鬥內徵 因為發信這四個是他們黨的職位 那趙天廷講說 那有話你為什麼不在裡面講 可是這些就是為什麼在 裡面在講的 他覺得不公 他們不只不在裡面講 還做梗圖 剖臉書 那這樣有趣 一邊被他罵的趙天廷說 我是比過去更超高標準 比過去誰 花媽的時候 他是說以前 他說花媽不行 不是 他就說我比以前更棒 以前並沒有就是說 你做這個選舉的時候 黨工需要先辭做 他說他現在要參選這些黨工 他說叫他們先把黨職辭掉 更高標準 可是我告訴你 趙天廷從學運 我就認識他 野百合的時候 這是做公一流的 他形式上 可以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讓你無話可講 可是人家就不服 因為你們吃相 剛剛講得太厲害了 他到外面去講 因為他們那四個指控說 還沒開始算 就說這幾個 以後要選起一萬 那人家就有意見 提名都還沒有開始 你今天都有一個黨部的主委 我忘了補充 他們後來有補充說 那個看板是他們自費 不是 我不講看板 因為他們指控說 出去外面講的時候 是講說這幾個要選 他看板他說得很清楚 這邊是私費 這邊是工費 工費 工費那一塊沒有做 私費這一塊 那為什麼不開放給大家來標 民進黨要選 大家來標 是不是這幾個鐵條 但我看到國民黨新秀說 民進黨新秀這麼有錢 雖然說他要講 形勢上都給美 這個是私的 這不是工的 可是你真要工 你就開放 所以為什麼人家不服 人家心裡有意見 這是這個本身就是做的 不是真的那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說很好 高雄這些人 平常因為韓國一上去之後 要緊張一下 那至少對我們有好處 現在他一統天下 海天下 海跟天都是在他們控制之下 叫做海天下 可以這樣子幹嗎 所以我是說民進黨這些人 說真的 我出賣酒沒看 我從黨外時代就一路幹 為什麼特別痛恨他們 罵他們為什麼特別 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把正義 正好的價值兌現 他們還踐踏 我沒有時間講 剛剛那個衛福部那個東西 你憑什麼 就像說你今天開車撞死人 你是造貨者 就人家同情那個死者 到募館 說我來幫你募 都募到我手上 天底下有這種事情 然後三分之一 給他們罹難者 你是造貨 你是加害者 我沒看我來幫你募 人家給他 憑什麼經過你的手 我一開始講說 你可以福島去協助一個 這樣一個東西 政府站在監督立場 就是被你控制 那裡面委員也是你弄 現在連怎麼用都你分配 你憑什麼 後來看到蔡英文出來宣布說 都會用在他們身上 還要你來講 還要你來講 憑什麼 你根本就不應該沾 你根本就不應該碰 碰的時候拿到手上說 我很公正 好像很公正 也是你的成績 再講一遍 你們是責任最大 你們是造勢者 今天如果我是受害者 如果要關我的錢 你們都要拚給你這個造勢者 好像在外面這樣 好像在給他施恩 這樣很認真 這件事 只有民進黨做得出來 天哪敢不可以看到 這麼沒見識 我跟你講 這兩天大家都高度的討論 拜公遺山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休息畢哥馬上回來